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川普上任前 伊朗将与英法德会谈 讨论核武议题 罗马尼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 亲欧派暂时领先 曼斯一家将搬进海军天文台关底 拜登曾在那裸涌 中国铜装被检测出速化剂超标622倍 蔡英文加拿大演讲获赞 打到中共痛处了 路透社11月23日报道 俄罗斯政府网站显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23日签署了一项法律 免除签约参加队伍作战的新入武士兵的债务 该法律规定 从12月1日开始 与国防部签订了在乌克兰战斗至少一年的合同的人 最多可免除9.6万美元 也就是大概1000万卢布的欠款 这项法律适用于所有在12月1日前 已被提起债务追讨诉讼的新兵 报道说 俄罗斯通过将那些愿意在乌克兰作战的人 提供越来越多的奖金来支持征兵 这一策略使军队能够在冲突地区增加兵力 同时避免了另一轮的大规模动员 另据中国新闻网原银法新社报道 这项法案11月早些时候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 主要针对年轻的俄罗斯人 因为30岁以下的人最有可能有贷款 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格尔基·伯夫特 在社交媒体Telegram上写道 至少对数十万人来说 这项立法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摆脱信贷负担的方式 据法广报道 根据俄罗斯央行上月发布的一份 涵盖前两个季度的报告 超过1300万俄罗斯人 有3笔或3笔以上的贷款 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 有3笔或3笔以上贷款的人 平均欠款额度为1.34万美元 许多人先从银行贷款 然后再向小俄信贷组织申请贷款 在前线服役的俄罗斯军人的工资 已经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乌克兰也制定了法律 允许参战人员以优惠条件获得贷款 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注销债务 据悉 随着在与乌克兰的战斗中 人员损失利益加剧 为了弥补军队人员方面的巨大缺口 莫斯科正在想尽各种办法 努力寻找国内外的兵源 在朝鲜派遣 约1万名士兵进入俄罗斯引发局势进一步升级后 俄罗斯最近又将目光 转到了与其有着紧密联系的胡赛武装 据英国金融时报11月24日报道 俄罗斯从野门招募了数百名雇佣兵参加对乌克兰的战争 这些新兵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他们被承诺提供丰厚的工作 高薪甚至俄罗斯公民的身份 然而据报道 在一家与胡赛武装有关联的公司的帮助下抵达俄罗斯后 他们被强行纳入俄罗斯军队 并被派往乌克兰的前线 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这凸显了克里姆林宫 与伊朗支持的野门胡赛武装分子之间不断加深的关系 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莫斯科一直依靠各种方法招募移民和外国公民 以抵消期在战场上的重大损失 同时避免全面动员 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报道 俄罗斯已在全球至少21个国家 招募外国雇佣兵 包括几个非洲国家 军队招募活动 为那些愿意以合同兵身份参军的人 提供丰厚的签约奖金和薪水 招募人员也瞄准之前 在俄罗斯寻找工作的移民和学生 以高薪工作为由 又使他们报名前来 之后却强迫他们接受训练 并部署到前线 五角大楼发言人 在11月12号的简报会上表示 朝鲜还向俄罗斯派遣了大约1万名士兵 其中许多人驻扎在西部库尔斯克州 并参与战斗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伊朗外交部在24号星期天证实 11月29号伊朗将会与英国法国及德国等举行副外长级会谈 报道说这次会议将在日内瓦举行 这次会议也是伊朗改革派总统培泽斯基安自今年7月上任以来 伊朗首度与西方国家举行核会谈 培泽斯基安希望与西方国家在核问题上消除怀疑与含糊之处 伊朗政府同时希望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明年1月上任之前 与英法及欧盟达成协议 川普认为原伊朗协议无法阻挡伊朗在不久的将来拥有核武器 且未能限制伊朗开发弹道导弹系统 所以在2018年 川普退出了与伊朗在2015年签订的核协议 并且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 伊朗随后打破协议中的核武限制 罗马尼亚总统选举投票结束 根据票站的调查 现任总理乔拉库得票最多 但由于未过五成 需要跟得票第二多的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主席 拉斯科尼在两星期后的第二轮投票决胜负 投票于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9点结束 票站调查估计 乔拉库得票率为25% 拉斯科尼得票率为18% 两人将于下月8日开启第二轮投票 只要获得简单多数票 即可胜出 热门候选人 即右政党罗马尼亚人的团结联盟主席 西米翁爆冷得票率排名第四 估计只有14%到15%之间 罗马尼亚是欧盟和北约成员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乔拉库领导的政府一直支持乌克兰 西米翁则反对军事援助乌克兰 副总统当选人万斯 与太太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将搬入副总统官邸 这座官邸位于80英亩海军天文台内 附设鞦韆和一座泳池 目前由副总统贺锦丽居住 拜登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期间 和夫人吉尔·拜登在此居住了8年 拜登对这座泳池情有独钟 特别喜欢在泳池里裸泳 严格来说 副总统官邸属于公共财产 官邸位于海军天文台内 属于海军基地之一 也是美国最古老的科学研究设施之一 这里仍然是美国主要的天文和时间数据设施 也是导航信息的中心 距离白宫仅3公里 这座官邸采用安女女王风格的装饰 有800多平米 设有33间房 7个壁炉 一间图书室和一个日光浴室 而且这里完全不公开 不像白宫 副总统官邸并不开放公众参观 但大众可以登记参观天文台 观看巨大的望远镜和科学图书馆 作为官方职责的一部分 许多副总统都曾在这里接待宾客 万斯一家将于2025年1月20号 总统就职典礼后 先入副总统官邸 中国海外电商平台 拼多多子公司 TAMU所贩卖的儿童冬季服装 在韩国测出有毒物质 超标622倍 至于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苏迈通铜鞋 韩国也验出含铅量超标5倍 据韩国先驱报报道 韩国首尔市政府针对TAMU 全球苏迈通 西安等中国电商平台 查验了26款儿童服饰鞋袜 并在其中7款当中发现有毒化学物质 在TAMU所贩卖的一款儿童外套中 验出了速化剂 淋巴二甲酸纸 这种有毒物质 会干扰内分泌功能和生殖能力 而且含量比韩国法定标准 高出将近622倍 TAMU上销售的另款儿童服饰 测出淋巴二甲酸纸 超标294倍 而且PH值达到了7.8 超过了4.0到7.5的法定允许范围 全球速卖通 也有一款婴幼儿服饰 淋巴二甲酸纸超标3.5倍 千含量更是超标19.12倍 11月23日 台湾的前总统蔡英文 出席在加拿大举办的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 并发表演说 她呼吁民主国家 持续支持乌克兰 团结一致 遏制中共威权主义扩张 自由亚洲报道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 是国际最重要的安全会议之一 蔡英文以俄乌战争 台海冲击 以及美国总统大选为例 提到民主国家遭遇到的威权扩张 正深深影响经济和社会生活 蔡英文表示 她支持美国优先援助乌克兰 并呼吁民主世界 都持续支持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的情况 是所有民主国家的警钟 民主国家也应在各领域增加自卫能力 在提问环节中 主持人美国资深记者西弗林 询问中共亲台的时间表和应对之道 蔡英文打趣向西弗林抱怨说 又遇到了拷问 引发全场大笑 蔡英文表示 外界估测的时间表很多 最早可能是2027年 因此台湾一直积极备战中 她也毫不客气地回呛中共 习近平自己有复杂且具挑战性的课题 所以我的建议是 她可能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处理自己国内的问题 蔡英文是首位台湾的现任总统访问加拿大 并透过安全论坛场合 与欧美等许多国家的重量级政治人物会面 获得国际社会瞩目并备受肯定 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发表声明 批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 邀请台独分子参加 表示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获太华台湾侨务委员会 马志凯赞扬蔡英文和台湾政府 这几年在国际外交上屡创佳绩 认为这让中共不高兴就表示成功了 打到她的痛楚了 所以中共反对的 我们却做到了 就是对的 真的很棒 温哥华台湾侨胞委员会张里苍表示 共产党统治过的国家 他们真的是不能翻身 就是很萧条 大家也不是很快乐 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 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